27号大约8万名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民众在巴塞罗那举行反分裂游行 以抗议前一天加毒分子的暴力行径 游行人群聚集在巴塞罗那市中心街道上挥舞着西班牙国旗 一些人还手举对分裂主义厌恶至极等支持西班牙完整统一的标语 一些游行民众表示加毒分子的暴力行径让人忍无可忍 很多套路人支持基金共同一的 és mi terra és mi casa és és..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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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不满西班牙最高法院本月14号 对多名加泰罗尼亚前独立领导人的审判结果 部分极端的加毒分子近期在加泰罗尼亚多个地区实施暴力行为 26号部分加毒分子再次在巴塞罗那举行抗议活动 游行最终演变为暴力冲突 西班牙警方逮捕了多人